大家还好吗?欢迎再次回到Midernite频道 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探险之旅吧 看看又会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在这里 在这次旅途过后,您也可以留下您的观点 让我们一同讨论 2015年1月,智利广播电视台在当天的新闻直播中 插播了这样一篇报道 一位名叫Cecilia Carrasco的南美艺女士称 她在离开圣地雅各一处律师事务所的接待处时 被人故意推倒 这导致她头部受到重疮,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 记者在医院找到Cecilia时 她已经在医院里躺了近一周时间了 当记者告诉Cecilia,她可能不是被人推倒的 Cecilia是不相信的 因为事发的时候,她能明显感觉到 有一双手用力地推在她的胸前 当她躺在地板上,抬起头来查看时 她并没有发现这里有任何人 Cecilia想这个推倒她的人已经跑掉了 在记者给她看当时监控器拍摄到的影片时 Cecilia被吓坏了 因为她摔倒时,附近根本就没有人 据记者在Cecilia的医生那里了解到 她头部所受的伤,的确是在没有防备时被人推倒所致的 因为人在有戒备的情况下摔倒时 头部是会微微抬起的 主要是为了避免头部受到重疮 这是一种身体无一是自我保护行为 也算是一种条件反射 当我们再次观看这段影片的时候 Cecilia在摔倒之前 她的确没有走动 而是站在咨询处外 看着这名小女孩跟接待员讲话 那么她到底是如何摔倒的 至今,Cecilia跟她的家人在看到这段影片时 她们仍旧会感到匪夷所思 Cecilia说道 这将可能是她永远无法解开的一个噩梦 那是什么? 是一只鸟吗? 是架飞机吗? 实际上,推特用户Conspiration ESP 在发布这段奇怪的影片时 她并不知道自己拍摄到了什么 在影片开始时 街道上一群人正在望向天空 她们似乎发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还有人用手指指给同伴看 也有人正试图用手机 将她们所看到的这一切拍摄下来 起初,当拍摄者用相机对准这些云彩时 看起来并没有出现什么状况 但当我们仔细观察后 你会发现 空中似乎有个白色的小光点 在来回的移动 我们可以看到 在高空云层之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物体 它就像是某种可以快速移动的无人机那样 在这里的云层中来回的穿梭 当它移动时 它的形状还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 也可能是它旋转时的角度给我们造成的错觉 在它短暂地出现后 它又再一次地钻进了云层里 消失在了这些围观者的视野中 景片结束 起初在这街道上围观的人们认为 这可能是个飞丢了的气球 或是一架无人机 然而当他们看到 它瞬间消失在云层后 这些解释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随着监控设备的普及 我们经常会在网路上看到一些网友分享的 由监控器拍摄到的奇怪影片 这些事件很多都是无意中发生的 而当事人其实并不知事发时 他们真正遭遇到了什么 但这一切却被监控设备清楚地记录了下来 就像是接下来的这段影片里 所发生的事情那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从安装在这条街道上的监控器 拍摄到的这段影片中 我们看到了这条繁忙的公路上 几辆摩托车从这里驶过 然后我们才慢慢看到 这条马路的对面 似乎出现了一个黑色的身影 仔细观察看看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 一个几乎是透明的人影 正慢慢地穿过这条公路 然后一辆货车 紧接着是一辆驶来的汽车 穿过了这个人影 而他似乎并没有停住脚步 而是继续向前走去 直到慢慢地消失 在了对面停着的这几辆摩托车附近 它就像是被某种物体挡住了一样 隐匿在了这里的空气中 在我们频道的许多支影片中 都曾见到过这样的画面 但无一例外的是 这些东西似乎都没有受到 高速驶来的车辆 给他们造成的任何影响 当然也有观众坚信 这些只是监控器出现的故障 而其他人则相信 这些电子设备 能捕捉到我们人眼看不到的东西 当然你也可以将它解释成为 是一只飞过监控器的昆虫 但往往这类影片 最终留给我们的 仍旧是一个奇怪 且无法解开的谜团 接下来的这段影片 开始后不久 一个神秘的人物走进了画面里 看上去 他就像是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袍那样 他的整个身体 包括头部 都被这件白色的衣服包裹着 当他缓慢地走到一棵树的附近时 他猛然地跳了上去 紧接着便消失在了这里 这段影片 看上去非常的不可思议 令人难以解释 由于这段影片 距今间隔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我们无法找到他的原始报道 在一个转载这段影片的网站上 我们看到了他们 对于这段影片的一些介绍 当时电视台正在做一档 民间传说中 关于Potron的节目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走访了众多的目击者 并在这些目击者提供的事发地点 架设了摄影机 由于这次的设置工作 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很多需要拍摄的地方 都在一些丛林 又或是荒芜人烟的地方 所以他们只是将摄影机 留在了这里 等隔天再来检查这些器材 在这个节目组 进一个多月的野外拍摄工作后 他们从这些影片中 找到这样一些画面 在这些影片中 在哪裏的旁邊 冷靜一下 幫幫幫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